那虽然我一直在吃东西,我有点不好意思,因为妮妮医师好瘦,那我一直在吃东西,但我还是想问一下,因为在台湾呢,蛮多人都有脂肪肝的,请教,如果我去做健康检查,医生告诉我说,哦,您有脂肪肝哦,不管是轻度,重度,中度的话,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? 脂肪肝在台湾是一个蛮常见的,最近常出现一种肝脏疾病,那我们脂肪肝现在比较常用的诊断工具是腹部超音波,所以就像刚才施伟说,我们可能照下去看到轻度,中度或重度不等 千万不要以为抽血就可以知道有没有脂肪肝,还是要叫腹部超音波 对,那因为我们,其实脂肪肝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油滴在我们的肝脏细胞中,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脂肪肝,但是体重比较重的人确实他比较容易有这样的比例,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脂肪肝不一定会发炎,所以有一些人他虽然照起来是有脂肪肝的,但是他抽血也还蛮正常的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瘦瘦女生会有脂肪肝,那大家都会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会有? 其实瘦瘦人也会有脂肪肝,因为肝脏就是一个储存养分的器官嘛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叫下去还是会看到一点点的脂肪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造成发炎的现象,没有影响到健康,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要怎么样消除它呢?我的意思是说,有脂肪肝需要积极的治疗吗? 还是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效要吃了一颗就可以让我的脂肪肝消失呢? 我们的脂肪肝如果它已经造成了你的肝脏发炎,那就有必要要去治疗它 所以如果当我们造到脂肪肝,而且我们肝脏的抽血功能确实有上升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治疗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用健康的方式来减重 譬如说我们饮食方面的控制,然后增加运动 只要你的体重可以控制在原先的5%到10%左右的减轻 那你的脂肪肝就会改善 所以只要体重减轻5%到10%左右 所以是50公斤的人大概少个5公斤左右 其实就有很明显的差别了 对,差不多2-3公斤到5公斤就会有明显的差别 你没有讲到需要努力运动吗? 有有有,你刚才有讲到要努力的运动 所以运动的本身我们现在会建议 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年轻的族群 一个礼拜要运动150分钟的优养 那像我们这种中岛年人就 如果是我们代谢率比较差的人的话 可能一个礼拜要有300分钟 就是目前官方台湾的那个 比如说国健署他们建议的 好,总而言之呢 如果真的出现了脂肪肝的状况的话呢 请记得一定要找专业的肝胆肠胃科医师 比如说像是来好心肝门诊中心 然后寻求医师做进一步的咨询 千万不要皱青乎的脂肪肝哦 干嘛一直偷笑我讲话出嘴 好了,希望把这些重要的资讯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都有学习到了 我们今天也非常地谢谢妮妮医师 谢谢 谢谢十位 拜拜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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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